一直很避讳去演大美女的 嗯 诗诗啊 诗诗说 受不了了 他们肯定讲的都不不了 男孙所所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嗯 诗诗 刘金孙月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两个美女 我叫蔡娘说这个 我没有说是谦虚 我是真的 我一直很避讳去演大美女的 会有压力 会没那么有自信 诗诗要不要反驳她一下 不要反驳我 我觉得这个是演员的一个通辈 就有的时候在剧本里面 有经常会说 就是很美好的一些形容词 自己会不好意思 真的会不好意思 诗诗 刘金孙月是你穿衬衫次数最多的一部剧吗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多 你对衬衫到底满意吗 挺满意的 我觉得其实蛮符合南孙这个人物形象 嗯 对 他们家的那种 家庭的背景 教的教育 苏江门第 有点那种感情 反正就是很规矩 对对对 成绩很好 然后很有才华 那种文艺女神的气质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南孙的三种感情吗 张爱仁 汪永正 索索 没了 前男友 前男友 陪他过一辈子的人 对 索索觉得谁更适合南孙呀 我之前是一直看汪永正安人的 王永正呢是在我这儿及格了 但是呢 因为一些他性格上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跟男孙之间的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顺利沟通和解决 所以在后期我也对他也挺不满的 所以我去找他吵架的戏 和陈道明老师搭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我看过他之前演的戏 就是演的帝王嘛 其实气场真的很强 接触久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那一面 听他们说他跟范金刚 经常在摄像机前跳舞 你能想象吗 陈老师 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处得很融洽嘛 玩开了就跟孩子一样 特别可爱 你觉得线红组和董子健本人像吗 线红组在你面前其实很乖啊 其实不太乖是吧 董子健很有才华的 他也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想法 加入到他这个角色里 就让这个角色更立体 更丰富 就是跳脱出了谢红组之前 看剧本比较符号化的一个形象 他戏里谢红组是挺乖的 什么都听清楚所所的 戏外就是大家互怼 对对对 互相攻击 《流星星月》是一部 金剧非常多的剧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象比较深刻的台词吗 有蛮多的 我记得住所有一句 我三观可以随时为你调整 况且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我的三观随时可以调整的 真的 有一句话其实就是说 即使我们两个这么好的关系 我也不能帮你做决定 对 其实都是互相给彼此意见 然后成长还是得靠 对 自己去经历 我只是你的一个退路的一个 对就是如果遇到碰壁 那你回来永远我都在这里 快换快答 诗诗 您可以互选 也可以提名剧组其他演员 默契竹不够的接受承拔哦 剧组里谁最会照顾人 都会照顾我 他心非常的细 他老给我头尾 我拍戏的时候脸过敏 就是他给我好多 就是他自己用的 觉得特别合适的 那个过敏期间擦的 面霜和药膏什么的 组里谁就爱撒娇 我俩呆住了 我俩可能都不太 属于会撒娇的人 我们在戏里撒娇比较多 对戏里撒娇比较多 你不觉得两个女孩子没事就 哦 诗诗 诗诗说 你你 what 剧组里谁下了戏最爱吃吃吃 我觉得我俩都挺爱 你还客气了一点 对 我稍微客气了一点 我没有太客气了 剧组谁一心言最好 王永正啊 对 王永正 王永正一心言最好 喂薯条啊什么的 一群围着他呀 什么呢 那拍出啥啊 对 看起来就像一个 花花公子的形象 主里谁的酒量最差 反正我酒量不好我知道的 我们俩没有怎么晚上去喝酒 喝大了 咱们今天可以试一试 我反正应该试 要不你杀青 就是你杀青那天 可以的 我可以找你喝酒 可以的 对吧 到时候再告诉你 谁是最组的气氛担当 我就告诉我 我一直觉得我拍这个戏啊 真的是有的时候 猪猪猪上身 就是真的没脸没皮 就是他每天早上自己醒的那个状态 蛮好笑的 就各种跳 各种做操 让自己醒 没有醒的状态不太猪瘦瘦瘦 由于默契之没有达到满分 罚你们俩对屏幕撒娇吧 我来撒娇还是你来撒娇 对可以 那你来吧 对 撒娇 我做好自己准备 好酷的 受不了了 不是 他们肯定讲的都播不了 对 游戏环节 表情包对号入座 根据小编描述的场景 选出合适的表情包 蓝孙发现圆圆围到简历 改头换面 这个吧 代步吧 不是抓到 抓到 他的那些 但我们没点他 我们到最后都没有给他点出来 内心 对 内心当中已经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你完蛋了在我手上 对 这是索索的反应 老永正拿着钻戒向南虽求婚 你应该是这个 我好可爱 我应该是这个 我应该是这个 我失宠了 张安人悔不当初独自流泪 这个哦 对 想跟他说 想跟他说 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 谢红主浪子回头在家带拔 嫌弃吗 我也觉得是这个 男孙所所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这个必须我来读 诗诗端庄美人 妙总风情万种 你俩能不能 能不能拍一组闺蜜写真 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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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